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找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转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心 昨天的美国股市都相当的有趣 因为AI最近出现了两个利空 挥打两个利空 第一个是晶片又来禁运,对不对 然后呢,来,加强出口管制 再来什么,昨天消息不是说大股东卖股吗 那我昨天在检论你们怎么说的 媒体又说大股东啊,董事在卖股 总共卖多少 也在卖1.8亿美元而已 1.8亿美元,哎呀糟糕了50几亿台币 可是占他的比重相当的低 我昨天不是说吗 如果在台北股市可能会答要跌停 昨天会答表现怎么样 一方面又禁运,商务部长说要禁运,对不对 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好 那,然后呢 大股东卖股,结果汇达昨天涨了2% 昨天上了,苹果也涨 老师奇怪,昨天为什么会涨 因为美国公在殖利率又下来了 殖利率下来,利率走低 为什么科技股会涨,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在问 奇怪老师,每次利率掉下来 科技股就上来,利率一上去 科技股就跌了,为什么 我们这样说吧,其实利率跟本益比是有关系的 怎么说,这样来说 你投资银行,其实你 钱存在银行,也是有本益比 只是 现在存在银行的本益比很高 这样说 因为本益比就是 你现在投资,例如说你投资100块钱 一年之后配你5块钱 报酬率是5% 本益比100除以5 100除以5,20倍 20倍 那如果是利率5% 那就20倍 20倍本益比,那利率如果2% 那就50倍本益比 所以当利率低的时候 因为科技股是成长型的公司 它不是,例如说像存股足 就存的高值利率 科技股不是高值利率 不像台北股市银行股 它是高值利率,科技股不是 科技股股价它主要是看它未来的成长性 所以基本上来说 科技股的本益比都相对比较高 相对比较高 那当市场的利率变高了 那你存在银行的本益比很低嘛 那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 因为它有固定的报酬啊 5%对不对 我100块投进去 20倍本益比 那如果 只有2% 或者4% 4%就25倍咯 那只有2% 像之前定存率很低啊 2% 现在2%不到对不对 50倍 那你是不是 那这样子不如来投资科技股 所以当 银行的利率低 当殖利率往下掉的时候 成长性的电子类股 就会受到资金的青睐了 因为发现哎呦 存在银行本益比也不低啊 对不对 那我就投资科技股 所以 每次当殖利率下来 当利率掉下来的时候 科技股就涨了 因为市场允许的本益比变高了 但同意是没有 好 好 所以 昨天为什么科技股又上来了 当然 除了利空不跌之外 再来就是因为 债券的殖利率 又掉下来 所以市场上 能接受的本益比变高了 科技股就受到买盘的青睐 懂意思吧 所以 这是我昨天大事的话 不过 台北股市高档进入整理 我认为 因为MACD转负了 所以呢 以个股表现为止 指数 要再连续喷出 已经大涨了1500点 这个地方要再 马上再涨1500点 几率不高 要做整理 就像我昨天在直播跟各位分享 那该怎么做呢 指数进入整理期 各股表现为主 太弱换强才是王道 这是目前的操作 那昨天的美股就道琼跌 那斯达克科技股上来 对不对 费办法要下来 可是你看到 几档重要的股票 尤其是后一档 竟然是涨的 利空不跌 昨天道琼小跌 那其实 KD指标很强 道琼 SMP566 比较弱一点 要整理了 那斯达克是要50的 费办是要30几的 是不是 一路排下来 越来越弱 费办比较弱 对不对 可是 费办领先建高点 领先整理之后 搞不好未来是领先转强 所以就技术面来讲 他冲上去说回党在这个地方做整理集结 下次出现可能在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所以我昨天在直播也跟大家分享 指数要进入整理可能到12月的下旬 因为其实去年是在1月初开始涨去年 去年也在12月初12月1号见到高档背离的高点 然后指标背离之后进入整理 到了1月初开始涨 那我认为今年不会搞那么久 为什么 因为今年 明年年中要选举 要总统大选 大概发动的时间不会这么慢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 如果你错过了前一波 1500点的行情 那这次的拉回 应该会是你最后的上车机会 那这次你看 上市费办的低点 11月1号 有没有 当时因为禁运 当时因为禁运 回答的低点也在这里 10月31号 那天 拜登签署了禁令 50亿禁运 然后隔天 回答开始涨 这次又来了 这是上一次 这次不是也是禁运吗 昨天还大股东卖股 对不对 连两个利空 那回答涨还是跌 回答收下引线就开始涨 所以这就是股市 我昨天不是才说吗 这就是股市 低点永远是什么 永远是利空打出来的 这里是利空打出来的 这里也是利空打出来的 所以昨天如果把AI的主席卖掉了 今天刚好昏倒 因为今天 AI的个股 也纷纷的出现反弹 昨天看到电子类股的成交比重 现在五十几% 哎呀电子类股完蛋了 就把主流换成船铲 换成航运了 换成航运了 换成重电了 就今天又上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市场 所以我建议大家 你的操作不要一窝蜂 你一定要对你手上的股票 有一定的概念 对大盘的趋势 有一定的认知 那如果没有认知怎么办呢 锁定筹码大师的节目 来那废办上一次就是这个低点 当天我印的时候在这里 印图的时候 结果收盘收上来了 为什么当天要印图 就是因为当天怎么样 当天50亿的禁运 这次也是一样 刚刚看到灰打不是一样吗 一次是在10月底 这次在12月初 差了一个月多一点点 都是利空打下来的 所以记起来 每次低点的出现 一定是在利空测试之下 所以你看 上次真的 这个真的是 价值连城 我真的很自豪 11月2号 那天那场红开盘前 开盘前 不是收盘 收盘已经涨了200多 358点 收盘大家都知道起涨 开盘前谁知道 8点49分 反弹不会只有今天 谁知道 我知道 对不对 真的是价值连城 然后看 废办的低档背离 是不是我提早预告 要直接反弹 上次就在11月初 11月1号 11月2号 这次呢 这就是昨天吧 利空测试 结果 回答有在破底吗 因为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股市 你要跟对人 你要跟对老师 你要跟着市场上 有30年经验的筹码大事理中心 那这次呢 新台币不是也是一样吗 我是不是早就提早预告 指标高档背离 台币要直边转升 对不对 台币就在这里 苦口婆心建议大家 拜托你不要再去抛售台币了 台币要升值了 你一定不信 因为当时 全市场的媒体都鼓励大家 去存美元定存 只有我在节目里面 极力反对 拜托大家 不要再把台币抛售了 台币要升值了 结果台币真的 哇一路升值 对不对 一路升值 老师这两天的小贬值 小贬值并没有改变趋势 升值趋势的方向 所以 这是 11月1号的美元指数 当时我也说 MACD附向美元指数要往下 美元指数往下是贬值 结果真的贬下来 贬下来 道琼也涨了一段 台北股市也涨了一段 为什么涨了一段 因为新台币升值 美元贬值 对不对 这是去年的美元贬值 造就了当时 去年 去年10月中 到11月底 这段 道琼将近6000点的涨幅 那去年新台币的这段升值 这去年 111年 这一段的升值造就了 加权指数这段将近2500点的涨幅 涨到高档辈里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都有提早预告 所以跟着谁 当然跟着有30年经验的 所以你看 这间行情是不是展开了 今天大盘虽然小涨 不过 今天大家感觉比较开心 因为今天电子股好像要火起来 对不对 昨天大家唉声叹气 那昨天各位你唉声叹气的时候 我怎么说的 低档总是在利空出现测试的 所以晚上就是看灰达嘛 就看灰达表演嘛 两大利空又禁运又大股东卖股 结果呢灰达涨还是跌 涨啊 是不是 这就是股市 所以来 昨天在我的直播跟大家分享 我说这一波是主生段里面的主生段 那这里呢 去年的10月份到 今年高点17463 这里是出生段 那其实是主生段里面的出生段 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也分好几段 有没有 从12629涨到17463 这一段也分12345 也分5段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 第一段刚走完 要准备主生段里面的第一段 刚走完要回来整理 所以我说你错过第一段 1500点行情了 这次拉回来 就像去年12月有拉回来 你拉回来要赶快上车 不然到了12月底 你又来不及了 你说老师那会不会回到1600 很难的啦 16000 这次从16000开始涨嘛 涨到17500 对不对 拉回来 顶多500点 顶多500点 我的看法 顶多500点 所以拉回来 你要记得上车 指数这个地方要进入整理 但是个股就不一样 就像我大世界话说 各股不一样喔 各股不同喔 你看 加圈指数有 有没有高档贝离 有啊 跟去年12月一样 刚刚那张图 是不是12月 去年12月 今年12月又来 又来高档贝离了 有没有 指标高档贝离要进入整理了 电子类股也高档贝离 也要进入整理啊 是不是 MACD都转付了 所以 短线上 如果你有的股票 涨了一大段 MACD转付 你趁外来几天勾起来 我建议各位 你要减码 把钱抽出来 不管你小赚或小赔 把钱抽出来 因为MACD转付 他要整理嘛 把钱抽出来 放在哪里 放在MACD正向的股票 其实MACD正向的股票 昨天在直播有好几个投 好多投资朋友问股票 那其中有一档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今天也带了会员买进去了 这档股票 我们也在上个礼拜有call 我们软体的会员 所以是哪一档 我待会会跟各位说 所以来 那OTC还不错 因为OTC KD指标还在80以上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什么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你扫描QR Code 你想要知道晚上的大世界化 每天早上的盘前叮叮 还有我们筹码表格 你就锁定 那怎么样看到大世界化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的LINE AD 点击你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播的K线图 我们的大世界化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那我每天都要跟各位复习一下 赢家的三大条件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遵守纪律 11月初的低点 还有前两天 回答的低点 是不是又完全印证 所以你要看趋势 你要锁定筹码大师 有30年操盘经验的筹码大师的节目 那选股票呢 你更该锁定我们的节目 因为全市场最标的股票 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哈喽各位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台的看法 还有各国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 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喔 当然还有最重要一个 就是要遵守纪律 不管你是看波段 不管你是做短线 你总要有一套自己的操作机制 如果你没有 就像我在节目里面说的 我们波段有波段的机制 短线也有短线的法宝喔 我待会会好好跟各位分享一下 来 我们波段的做法就是 量价筹码打分数 讲过大概100遍了吧 可能不只1000遍总有了 那量价筹码就是 我们透过量分别打分数 然后加全平均 达到95分以上 达到自由生的标准 我们再出现讯号 所以我们出现讯号的股票 成为标股的几率就很高 举例来说吧 这档股票叫联均 联均是我们12月1号 出现启动讯号的股票 当天也没涨停 当天也扣了我们会员 12月1号扣联均在1.15分 就像我说的 我在1点到1.15分 我们会把今天的自由生 再做一个整理 提醒我们APP的家族成员 联均是今天我选出来 出现启动讯号的股票 再来 今天我们这里买进 为什么这里不买 为什么老师你会买到这里 这就有学问了 这真的有学问了 来 我给各位看一个图 有没有 今天12点16分 就这里扣的 12点十几分 对不对 我把这里图缩小 在这里 这里是我们APP 各位还记得黄色线是什么 大师指路线 这里我没买 我等 他不是在线下面吗 这里上来了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12点十几分 这里上来 我这里抠 这里抠 最后这里还有点到一下 这里还有来一次 还有来一次 最低好像是 64 我看 627 这里 这里的最低点是62.7 冲上去了 所以 你要买股票 你要买强制股拉回来 站上这条线 站上大师指路线 再进来买就对了 就那么简单 为什么这里抠 因为他站上大师指路线 为什么这里不买 因为他还没站上 他到底要往上要往下 我也不知道 站上去 转强带量 切入 这样了解没有 为什么这里抠 各位会员懂意思了吗 懂意思了没有 所以 很简单 今天 尾盘加码讯号也出来了 这样有厉害吗 是不是 所以 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这就是悬股 所以我说 你看 为什么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总被我们掌握到 其实很简单 你不用懂得多复杂的理论 老师量价筹码怎么算 你不用懂 你只要看得懂箭头的讯号就好了 箭头讯号总看得懂吧 对不对 黄色三角形式启动讯号 红色箭头是第一个加码讯号 那第二个第三个加码讯号都是黄色 就那么简单 所以你看 是不是有一点多抠的 团队的权力是人 一定胜过各位你自己的单打独斗 因为股市是战场 你真的要单兵作战吗 还是你要赤手空拳 你当然要有最尽量的武器装备 不是吗 来 所以你看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 有买有卖 操作才会轻松自在 买进去 没有平仓讯号就续报 你才可能波段 赚一个大波段 那如果出现平仓讯号 出现平仓讯号很简单 你就卖掉换股操作就好 我们举例来说 像昨天 我举个例子 哇 昨天这档材料KY 震撼了很多投资朋友 尤其是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基本没有那么好 材料KY从这里跌了多少钱 跌了四成 跌了将近四成 今天还在跌 他营收很亮丽 营收连续创历史新高 成长都100% 甚至来到200% 年成长200% 不是衰退也不是成长变少 他连续三个月都是历史新高 11亿12亿12亿 结果股价竟然变成这样子 今天还在跌 今天还创波段低点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你到底要看着基本面 数字来操作 还是看着技术面筹码面来操作 我宁可相信我的系统 对不对 你这里照做这一段大转 然后这里明明空头 你就不要做多嘛 你就不要做多 等什么 等这里本来空头 这里翻多再来 那什么时候这里翻多 等讯号啊 等讯号翻多再来做就好了 懂意思没有 这就是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傻瓜操作法 看着讯号做 有讯号跟得进去 平仓就跟着平仓 就那么简单 如果涨了一大段 五成一倍 那你就赚五成一倍嘛 就那么简单嘛 来 情邦昨天也会 有一位观众 一位投资人说 老师情邦可不可以买 我说情邦我这两天 昨天才出现 你看这两天的做空讯号 我说好 你如果真的要买情邦 你只是以反弹式支 老师你看今天不准 今天情邦大涨 盘中还涨停 可是这种操作 我认为它就是反弹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趋势往上 那这里呢 这里已经在十字均线之下 反弹大概十字均线也就是压力 所以这个地方你只 如果你要买 就不要有波段的概念 这里是波段的概念 这里要低接 就以反弹的概念来接 那如果错了 你可能还是得停损 那如果对了 对了你就用反弹的做法 同样的 用我们的大师指路线来看 今天情邦大涨 最高点涨停板 但最高点刚好在十字线上 所以情邦你今天去追 就有点追高的话 追得过高 就有点辛苦 短线上 他也是要进入整理 因为我们系统都出现做空讯号 反弹起来也是该在那卖方的 该在那卖方 如果你今天有买到 恭喜你 那短线上要怎么进出呢 安国我们举例来说 我宁可买安国 这两天情邦也回答 安国也回答 但是安国出现平常讯号 没有 你看安国 这个大波段 从这里 9月来 从33块多 涨到 来涨到哪里 涨到100块 对不对 涨到100块 有拉回 拉回之后 今天的安国来来来 这是今天的情邦 黄色线是我们大师指路线 对不对 这是今天的安国 也是我们大师指路线 我说我宁可买安国 情邦也不错 情邦盘中 瞬间来涨停 不过收盘没有涨停 因为涨停板 刚好在十字均线的压力 那你如果你有我们的系统 有我们的APP 你那么想买情邦 你可以买在这里 你如果你想买安国 你就买在这里 这样懂了吗 就这条黄色线 你就看这条黄色线就OK了 你就看黄色线 这条线叫做大师指路线 这样懂了没有 就像我们今天 为什么去买了350联军 因为12点多他站上了 因为我一直盯着他 因为他出现讯号 启动信号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要加码 什么要转强 看那条黄色线 就那么简单 所以APP带着 你自己手上的股票 你照做 就那么简单 所以波段 我们有波段的机制 短线呢 你要短线切入怎么做 用这条线来切入啊 这样后来没有 短线你可以用这条黄色线 用大师指路线 来做短线的切入 甚至也是波段的切入 像情邦 我的逻辑就是短线的切入 因为上面有压力 安国呢 安国可能是波段的切入 他就目前没有压力 安国还有可能还会创新高哦 所以很简单 这张股票呢 这张股票金利科 金利科今天还在大涨 金利科从起上点 所以我说 要会买也会卖 对不对 重点要买要卖 才能完整一个操作 那什么时候要卖 金利科还没出现品仓讯号 123% 来 138% 150% 平常讯号出来没有 还没 今天还在涨 昨天下来 今天又上去了 还没创新高 不过 金利科 我建议各位你就不要追 像这种股票 你顶多只能低接 你应该跟着我们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股票 像今天联军 对不对 上礼拜五才出现讯号 震荡两天今天又转强了 今天切入不是刚刚好吗 所以重点是悬股和切入点 来 那佳和呢 佳和到现在 没平常讯号 当然续报 不过 有平常讯号 例如说韩社 出来做空讯号了 对不对 涨了60几% 出现讯号就卖嘛 是不是 对不对 黄昌 涨了一大段 涨了 你看喔 他从10块钱涨到38块 涨了280% 那出现平常讯号就卖 今天黄昌还在跌 对不对 所以当他出现转弱的时候 你不是一路往下低借 你要买黄昌 你看看大师主力线站上没有 这个地方买黄昌 也只有反弹行情 这里才是波段 这里就是只有反弹 这样懂了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把APP带回去 你自己的股票一看就懂了 不用我解释 你看就懂了 对不对 因为你讯号看得懂 我已经把最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了 玻璃K1 玻璃K1转弱 就卖啊 对不对 要会买也要会卖 完整的操作 就是买和卖 对不对 当然重点 还有一个关键 除了买卖之外 中间的过程 也相当的重要 那怎么样做个完整的过程 就是买到对的标的 中间不理他 没有平常讯号之前 就续报 你才可能赚到一个大波段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已经把最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们波段 有波段的讯号 短线也有大师指路线啊 强势股你要想切入 怎么切入 很简单 带量加上大师指路线 那条黄色线 你进去就对了 像今天的秦邦 今天的安国不就是吗 这就是很简单的作业方式 我们有波段的机制 还有短线的机制 最简单的方法 APP带回去 一目了然 所以 全市场最强的武器装备 各位 你就不再是赤手空拳 你更不是单打独斗了 要战胜股市的战场 你总要想办法 对不对 如果你没办法 来 找筹码大师就对了 把APP带回去 来 你看正样 最近投信才大力加码 那我们早就有讯号 10月25就有讯号了 对不对 从10月25一路来 10月25抠到1.04分 是我说到做到 一点到1.15分 都是抠股票了 三角形又跟着箭头了 底部完成了 爆大量对不对 来 11月6号又上来了 3号 12月4号 103 掌停板 105 今天109.5 今天109.5 40%咯 还在不在 在啊 没有平常讯号就续报啊 就那么简单啊 那高际呢 高际也很厉害 高际更厉害 高际好厉害 你看喔 高际从 9月28号这里 当时我买了90块附近 买了90块 这里刚好赚三成 90块到117块 刚好30% 结果呢 真的忘了它的存在 来 67% 昨天看起来 烂烂的 今天又算新高了 今天又算新高 到156.5 73.9% 有没有平常讯号 没有 所以我说啊 你要把好的工具 带回去 然后呢 买到对的标的 你才可能看到 这么一个大波段 不是每天盯着盘看 如果你每天盯着盘看啊 在这里 你高际找到没了 早就洗掉了 对不对 所以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 找方法 找想办法 那很简单嘛 如果找不到方法 想不出办法 找筹码大师来帮你啊 来 华泰呢 华泰这里也是 11月8号 对不对 这天出现凶号 隔天拉回来 我们买的 我们买进去 对不对 然后呢 中间价差也不跟各位分享 我们这里出最高 这里差3块多嘛 差了6%多 快7%又买回来 对不对 这几乎出到最高点 然后拉回来买的 然后呢 隔了几天 来28号涨天板 一根 然后呢 29号第二根 连续两天涨停 来 24% 32% 37% 那还在啊 37% 老师你37%还在不在 在啊 因为 已经脱离成本一段了 所以你一定才抱得住 不是买盘整区 因为盘整区 都在你成本附近鬼混 你很难抱得住 经常会卖在起账点 我们起账点再进去买 因为迅速脱离成本 你就抱住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还在啊 华泰还在啊 是不是 那这档呢 来 敦泰 敦泰还在啊 敦泰你看哦 从这天启动 隔天加码 对不对 连续两天95分 这种股票 凤毛麟角记起来 对不对 一根停板 来 39.5% 两根停板 来 43.6% 还没有平常讯号 今天还不强 可是续报啊 那如果转错 转错 转错去后卖啊 再找别的股票 我们总能帮各位找到 全市场 刚刚起涨的资优生 信仅呢 今天信仅又创新高了 哪一天 11月6号 来来来来 什么时候抠的 11月6号 一根停板 来 上个礼拜五 创新高 97.4% 今天来 98.5% 今天又创新高了 45.3% 所以很简单 照表操课 就这样做 波段 我们有波段的机制 短线 我们有短线的法宝 滑通 还在 33% 所以来 真的不用羡慕 你都可以做得到 上面的涨幅 如果化成你 什么 存折累积的增幅 那不是太开心了吗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 你真的不用羡慕 你也可以做到 你就照表操课 你就照做就对了 团队权力资源 绝对胜购个人的 单打独斗 来 我们APP负责什么 我们负责选标股啊 各位 你就负责什么 你就负责数操票 就对了 来 金利克一段150% 对不对 安国将近200% 多文泰 也还没平仓信号 43.6% 高际呢 高际今天又创新高 73.9% 是不是 来 华泰 礼拜一创新高 37.8% 还在 我们还在手上 因为 我们买的够低 我们买在起上点 你才能抱得住 最近反而还拼命在买 对不对 好 信锦今天又创新高了 信锦从这段到这里 涨了45.3% 包括 今天进场的股票 正要呢 正要今天创新高 40.2% 来联军 联军今天进场 今天创下波段新高了 是不是 上礼拜五 才出现启动新高 这两天拉回 我一直在等 等什么 等大师指路线站上 今天站上了 带会员进场 所以 最简单的方法 就跟上赢家的脚步 跟上赢家的脚步 很简单 广运续报 来 这档股票 还没动 今天还在等各位 投信套牢 这档股票 一样 还在等各位 投信套牢 所以 想要知道 这两档股票 想要跟上的 很简单 你就加入 筹码大师的站队 来 趋吉避凶最好的法宝是什么 就是致富赢家APP 年终奖年 各位 岁末年终了 希望 年底能领到大奖金吗 如果老板不发呢 最简单的方法 靠自己 自己赚奖金 来 跟着我们 轻松快乐 选标股 各位 你的选择真的只有两个 如果你是 每天在看盘的 专业投资人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 致富APP 带回去 因为 我们有破断的机制 短线也有短线的方法 那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呢 盘中即时讯息带到 就像今天联军 好股票 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致富专线 成为致富赢家 我们明天见